在看 四片之前 在聊四片之前 我先花點時間來講一下我上禮拜 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被邀請去看那個星際大戰 其實的那個演奏會 應該要來找一下現在看有沒有影片可以播一下 其實這個還蠻了不起 其實這個還蠻了不起 如果是星戰迷都應該要去看 或者是你是 都是那種好萊塢影迷的話 對 我在巴黎聽過 Inconcent 他這邊是 我不曉得這個英文叫什麼 C-O-N-C-E-N-T Concert 是嗎 我記得我聽過的星空還 Concert 音樂會嗎 Concert Star world in concert 我記得我還穿給那個版品書說我在聽 是嗎 先兩年 我要解釋一下 對不起 TAI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個 可能沒有畫面吧 對 對 對 牛紅 好好好 有人 有人弄了一點點 然後我 我丟一點點上來好了 其實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演奏會啊 一開始 我是沒有那個 我其實是 沒有想要去參加 好 好 因為一開始我 其實他們一開始在打那個廣告的時候你們在大家在臉書上應該常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我一開始其實沒有很 想去就是沒有很大的興趣因為雖然我喜歡聽電影音樂 但是我 對於現場演奏的那個 的音樂其實不是很常去聽 一方面沒有這個消費習慣因為你知道去聽演奏會其實那個時候錢都不少 對 至少一千起跳 對然後再來 我去聽演奏會的經驗 到目前為止沒有很好 就是在在之前都沒有很好 因為有的時候來台灣那個什麼演奏的那個團啊 然後他可能 不是很好 或者是就是他沒有訓練的很 很好 對所以你聽的時候都會覺得說怎麼跟我在電影裡面聽的就是有落差 對這個是我之前在聽演奏會最 最大最大的那個 感覺所以我後來就會變成 算了我為什麼要浪費這個冤枉錢去聽這個 一來我平常好像沒有這個消費習慣 二來我 二來我如果真的就是花了錢去聽然後好像也 沒有獲得我自己 想要的 就是我也覺得好像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聽 好 所以我其實一直以來其實 都沒有特別喜歡去現場聽 聽演奏會或演唱會我其實很少做這件事情 可是直到那個 上個禮拜吧 洛伊爾懷斯 你知道這一位那個什麼 就是如果你們有在聽電影音樂的話 就是在看那個月會 如果你有在聽電影原聲帶然後 你會去看樂評的話 然後他他其實已經寫了20多年 其實我從高中的時候開始看他 看到現在 對然後後來就是我們兩個人就是在網上相認之後 然後就是在這幾年我終於看到他的本本尊 大概這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就是 是在 2016年 2017 2016年吧 都過那麼久了 就是下雪的那一天 就是那個 就是台北零度的那一天 對 然後那天他們那個 PTT有一個電影配樂版 然後有版劇然後我就聽說 洛伊會去 然後我就 我就 那個什麼 莫名而去 然後那天他正好講那個 是那個什麼 原力覺醒 他在講原力覺醒 因為他非常喜歡約翰維廉詩 對 他你只要有去看他寫約翰維廉詩 你就知道 哇這個 他寫得很厲害 然後我後來都在想說他怎麼 怎麼能夠寫那麼細 因為我自己 有練過古典鋼琴 我其實有時候聽不出來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那他聽得好細喔 對啊 然後我想 然後後來知道他的職業是醫生 我想喔 難怪 我覺得他有點把用病理分析的方式在 做這件事情的感覺 他可以把那個樂劇 那個什麼 把它分析得很好 這樣 你不過洛伊白是他自己本身有那個 音樂的那個 樂理的那個 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受過音樂訓練 對 所以我這也是我非常覺得他非常厲害的地方 因為我自己有受過音樂訓練我都不一定 會有這種感覺 對當然我不能夠說我自己受的音樂訓練是非常 非常 好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只是 練過鋼琴 對我其實那個 普會看但是我其實沒有辦法 就是練到那種 哇光看的譜 就知道哪個陰層 之類的 我要慢慢看得看得出來 好來這個是 大前提就是他在那個什麼就是 稍微介紹一下我跟他的關係 然後他在那一天突然間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要不要看這個我就有多一張票 然後就好 那個 既然他邀了我就 我當然一不容許就去參加 但是我其實也坦白跟他講說我其實之前很少 做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我因為沒有 對演演奏會其實本身沒有特別的心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 收集這個東西的他到底是幹嘛 你知道嗎 所以我也是一樣就跟我去看很多試片一樣 我是 一顆 就是赤裸裸的那個什麼完全是一張白紙 然後去那邊 這樣子 然後去了以後當然啊就看到馬可多他們 也在那邊啊就是那個你知道馬可多是心戰達人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是 只要有心戰他就出現 這樣子 然後又看到那個cosplay的那些朋友 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 對然後他們就是 大家都做電影之後啊 我才發現說原來 這個演 這個演奏會 很特別 因為呢 這個演奏會 他是 以往如果你們有聽那個電影音樂演奏會的話 可能都會覺得說啊那可能只是選幾個曲目出來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沒有這個不是喔 他是把整部電影演奏給你聽 他是 基本上你是來這邊然後那個後面有一個螢幕然後就把整部電影就打出就是把它播 只是他把音樂拉掉然後音效降低然後可是旁敗就是講話聲音還是有這樣子 對然後呢 你就是看整部電影然後下面的交響樂團 演奏 電影音樂給你聽 這樣子 哇這真的是一個 我這個什麼我不由得覺得我到時候就折服 你知道因為 我們去的地方是 因為他在台灣目前只有演這一場就只有演兩場而已 就就都在國家音樂廳 對那 禮拜六跟禮拜天吧 對然後而且來的那個演指揮家這個洛伊特別介紹 你知道 那演奏他就介紹那演奏家我說哇對那個我知道因為他之前我之前雖然沒有在 看演 聽演奏會啦 但是那個什麼就是都會去YouTube找一些那種知名的現場指揮的那種 的那種錄音的那個片段 比如說比如說那種漢史寂寞的那個 演奏 那個演奏會之類的 然後就知道說維也納這邊那個每年都會有那個電影音樂記 然後電影音樂記的時候他會找一些很有名的比如說聖人找作曲家本人 因為有些作曲家本人他也是會指揮的 就請他來指揮這樣就邀請他來指揮 對然後 這一位這一次的這個指揮家就是經常會出現在那種場合的 指揮家 算是很有名的人 名人 就是在就是在電影音樂界是一個名人 對然後他來台灣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種 很奇妙的追星感覺就是你自己平常在YouTube裡面看的那種很浩大的那種活動裡面的指揮家 然後你現在看到他來台灣 然後來台灣指揮台灣的那個 國家交響樂團 對然後呢 那一場其實這場音樂其實真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就等於是 應該是說沒有看電影的人啊 也可以 也可以那個什麼非常無痛的 然後欣賞這場演奏會 為什麼因為電影演給你看啊 你沒有看過星際大戰嗎 現在就給你看而且這是非常奢侈的 就是有 現場有交響樂團演奏的音樂給你聽 好嗨喔這個感覺超級嗨的 對啊那根據洛伊的介紹啊因為這個資料其實不是我的那個強項 我本來今天有稍微想要問他說他 那個什麼有沒有空上來 不過剛剛看一看好在正好在看電影 在看異例 對然後 就是這種這種這種活動其實在國外行之有 就是常常會有整部片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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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部片 放映然後交響樂團在 在現場演奏給你聽 這樣子 那這個活動目前 星際大戰之外 還有那個 台灣好像是威武營的邊吧 會有哈利波特 喔 就是播哈利波特的整 整場 這樣子 對啊 那 其實我看完啊 像 如果如果大家 你們有看過星際大戰 那個 New Hope 你就知道說他的那個音樂 最後最 最具渲染力的就是最後的那個 頒獎典禮 然後 星際大戰就是 三個不是把死心炸了嗎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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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軍把死心炸了以後 最後就立刻進到那個 那個 頒獎典禮那邊 哇 現場聽那個 交響 樂團演奏那首歌真的是非常棒 你知道 好嗨喔 因為我其實在看 這是從那個 四五六三集都演完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只有這一集啊 就是New Hope New Hope 事實上他光是演奏這 New Hope啊 我就覺得他已經 讓這整個交響樂團 筋疲力竭 就是這部電影 就這個演奏會還是有中場休息 對啊 但是我那時候就不由得跟多利講說 嗯 這個齁 下一部會更辛苦 因為那個什麼 新希望啊 New Hope 就是是在 整個 星際大戰系列當中 他的音樂強度是最低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是1970年代的電影 就是1970年代的電影還沒有 那種把所有的音樂團 鋪到滿滿滿的那種狀態 嗯 對就是 就是還是會停下來 留下來讓演員演繹 所以 樂團裡面的人 其實還有 還有休息的空間 就是你會看 就是電影後面螢幕人還在演戲 然後電影的那個交流樂團就突然間就停下 就是把曲目演完就停下來了 這樣子 然後有幾首曲目他就沒有演奏 像那個 叫什麼 酒吧裡面的那個主題 哈哈 就是 就是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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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那一段沒有 對那一段就沒演出這樣 對 不過 根據那個 什麼 有做的比較近的人就說其實 對 對對那個什麼 現場 這個 這部電影其實已經對那個現場的負擔 有一點大 就說他有看到親眼看到吹吹那個管樂的在打哈欠 廢活力不太夠 然後洛伊眼尖還出來跟我說他覺得這一次的那個什麼 的團員就是演奏的那些團員感覺起來都有點年紀 為什麼你為什麼都有點年紀他就開始分析啊就說 可能都是老師級的喔就是他不會找 就是可能這次沒有找那種比較之前比較年輕的那個團員來演奏 來做這個表演可能是 對就是可能不敢怠慢 這個東西好像不是很好駕馭 事實上是真的不好駕馭因為那個星系大戰新希望啊的時候約翰威廉斯所做的音樂有很多不和諧音程 就是有很多這種 你很難哼出主旋律的那種 有點像以前的那種 以前迪士尼卡通的那種就是動作有動然後他音音就要跟著一上去這樣子 所以他的那個變化其實是很大的 對就不是那種很和緩 其實你知道就是我覺得那個什麼漢斯寂寞寫的教導樂那個就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很好估摸很好預測 是嗎漢斯寂寞的常常也很不和諧 你仔細聽那個編曲的那個複雜度 你就知道漢斯寂寞的編曲其實是比較 比較那個應該是說 好啦也不能說他的音色 和諧或是什麼 很多人都說那個漢斯寂寞之後的好萊塢音樂都很好背 他那個主旋律都非常好記 因為結構跟以前那些黃金交響樂完全不一樣 因為 主要是約翰威廉斯他們這種是 科班的 你知道科班弄出來的編曲其實很複雜很繁琐 然後那漢斯寂寞他們是做音音響工程出來 他們是做那個MIDI出來 做MIDI出來的時候他不會在編曲上面做這麼多細節跟畫招 你懂嗎 對所以那個 你知道像 像約翰威廉斯啊 傑瑞高史密斯啊 已故的傑瑞高史密斯 就都是屬於那種會把那個編曲變得非常 複雜的那種 的那個的作曲家 對啊 那個反而是像炎牛莫瑞克那種更老一輩可能他的音樂還沒還比較好 還比較好估摸你知道嗎 不會在這種戲 不會在那個地方跑來跑去幹嘛 這個 這個約翰威廉斯即使到最近啊原力覺醒還是可以聽得出來他的音樂其實變化非常大 對 好來這個 總而言之呢我那時候看完以後我就被全粉 而且他在放那個什麼最後那一場那個頒獎的時候啊 接下來那個什麼最 最令人開心的就是他最後End title那一段 就是會 就全部都把他演奏出來 因為這就是大家準備就是通常字幕上來大家準備要跑掉的時候 其實是喜歡聽電影音樂的人 最高最最最最重要的時刻 因為那一段他們通常會把所有的那個音樂 主要主題音樂會把他 做成一個組曲然後在那個什麼 那個演員名單上來的時候把整個演奏出來 對所以那個時候啊 我其實每次看電影的時候我都很喜歡留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因為電影院的音響效果很棒啊 你想要聽電影音樂 想要聽好的電影音樂 就是 再也沒有比這更適合的時間點 你知道嗎 就是坐在中間然後無聲道的音響 然後 電影音樂 放這樣子 只是今天就是 去看那個現場的時候是更嗨 就是他現場交響樂團 演奏給你聽 對啊 然後 你知道我本來去 聽的時候呢 我都還沒有什麼感覺 你知道嗎 直到頒獎點點音樂升上來的時候 我突然間眼眶一陣模糊 我現在流淚 然後 然後我都 不曉得 我為什麼流淚 因為我的情感上面 沒有我覺得我沒有那麼的激動 可是我就不 我卻默迫的那個眼淚就流下來 我也不知道是因為眼睛癢還是幹嘛的 還是說那個音樂的力量已經穿越你的身體了 我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他那個什麼 現場的那個 power 是很大的 power極大 對 那 對所以我才說這個看完就被全分 但是我去聽這一場 其實不便宜 花2400元 對要聽一場那個什麼 交響樂團 演奏給你聽的 要去看一場交響樂團現場演奏給你聽的電影 你知道 現在要2400元 但是我一點都不後悔 然後這個是場刊 就是現場可以花150元買場刊 你也可以不買啦 就是那裡面就是有一些小小的訪談這樣子 對這個是還有那個什麼 然後 這位是那個什麼 指揮家 對指揮家的介紹 洛克克斯 基斯洛哈特 法國的常餐都要 10歐 就是這個 10歐喔 對 然後裡面有一些他的那個 呃 訪談與介紹 那 呃 有 所以就是大家在那邊 我們也就很很慌張 沒領錢沒領錢 我要湊 我要湊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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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這樣 那就好好好 這邊有一天不好 我買兩 然後 然後等下你再給我錢 對啊 然後 對然後還有國家教養樂團介紹 其實內容沒有算特別多但是你就是我們那時候買啊還在想說還在 想說如果那個什麼指揮家基斯洛哈特先生 如果那個什麼 我們有機會遇到他的話看可不可以讓他在上面簽 不過沒有機會啊 沒有啊應該是說我們有些人比較那個像那個紫賀林紫賀 另外一位寫電影音樂那個的評論的朋友對他 他就跟一些指揮跟一些演奏家就比較熟 然後那可能就還請他就是演奏家還請他去就是那個要他一起去吃飯 我就不知道他長看上面有沒有有沒有簽名 然後當天呢等一下應該如果那個什麼馬可多在的話應該問他一下 因為那個 最後結束的時候基斯洛哈特先生 就是那個指揮那個現場指揮呢就 出來要出來謝幕就拿著藍色的光劍出來 然後那時候藍色的光劍出來 這一定是馬大的 然後光劍出來然後還在拿那個在拿一把紅出來然後現場就是 那個時候揮舞然後打了幾下 然後我就在想說那個不知道馬大有沒有把那把劍送給送給指揮 因為馬大還蠻那個 就是一直那個時候為了推崗心戰不遺餘地 你知道嗎他常常就會 就是那個常常送禮物給 給他們 讓新戰有關的人他都送 所以我應該要問問看他有沒有送那個送指揮家 對啊那 被圈粉希望他以後有那個 帝國大反擊 你知道帝國大反擊如果有我一定 第一時間衝 因為對我來說那個什麼帝國大反擊是我 我最喜歡的星際大戰電影 對帝國而且音樂也是我最喜歡 那個 帝國進行曲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韓索羅與利亞的愛情主題音樂 都是我很喜歡 還有那個 尤達的主題 也都是在那一集裡面 我自己原生在聽最多重複聽最多次的星際大戰就是帝國大反擊 所以如果帝國大反擊要來台灣的話 一定一定去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 對啊這 帝國大反擊難度更高 真的是從頭 撲到尾 那個音樂中從頭撲到尾 好來這個 分享一下那個什麼當天的那個感 當天的那個感想 我想那個 應該還蠻受歡迎的吧 希望他們還有下一次 好這個是在借 在那個本週新片之前那個早 先講一下上個禮拜我幹了什麼 然後 然後去就是 獲邀去欣賞星際大戰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有一個孩子 Shepherd 請み visit specific 點讚 是 我們 也要 在這 都有 我 在這 這 是 看完你心智善良